接下来我们就要马上要来邀请出的就是 非常会拿捏实相的王菲菲 欢迎菲菲 欢迎我呀 欢迎你 哇 你的裙子好美 好漂亮对不对 小布来了这里 来 菲菲请坐 好亮丽 请坐 好 好棒啊 那先请我们的菲菲和屏幕间的各位朋友打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菲菲 哇 今天太漂亮了 真的 让我们好好地欣赏一下 哎呀 哎呀 但其实你一来 好久不见啊 当然了 因为今天你一来我发现就是 大家对于你来讲就是有一个打招呼的方式 我觉得一定不能错过 是什么 就最近大家随便打开始 哇 又是 对吧 I'm too busy 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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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我邀请我们的导播老师 能不能给我一小小段 我想让菲菲现场来检验一下 舞蹈就合不合适 真的 她那个三天三夜 I'm too busy 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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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too busy d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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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too busy d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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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ling bad 好久不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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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好学哦 当然了 因为你要来嘛 那必须我们得对吧赶紧操练起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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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正主来到的直播间了 所以今天不光是要请我们菲菲刚才说 鉴赏一下大鹏的这个学习成果 菲菲评价一下吧 大鹏刚才是小小的20秒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的好 真的吗 当然我可以期待一下 你下次在不同场景的时候拍一下 真的吗 不同场景 那我要大发特发 大发 怎么个大发特发 让我们看到 对吧 只要以后大鹏出现的地方 都有大鹏的大哥现场 对啊 学的歌 对 以后见面就这样子啊 I do people I kill you 对那接下来其实除了我们刚才就是大鹏的演艺之外 我们肯定非常想看到菲菲今天在我们直播间 但是我们说普通的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了 所以今天有一个专属于菲菲的一个非常精细盘 那在我的旁边菲菲可以看一下 上面有非常多的关键词 那每个关键词呢是对应一个任务挑战的 我们边玩边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美的事情 你想选哪一个呢 乍一看 所以你做这个圆盘的时候不是因为它可以转是吗 是让你就是用你的目光来锁定一个 你确定我只能选一个还是选择 你先选一个吧 我先选一个 我觉得就非常完美吧 非常完美 但是我还蛮后期就是旁边我这个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吗 非常差 非常差 为什么呢 为什么稍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容是什么好不好 但是不妨今天能不能来先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 我今天真的很想说非常差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非常差 对你的任务是什么 其实就是刚刚她已经差过了 对 差过了 差过了 我是too busy 是但今天我觉得这样有一个很好的怎么说呢 不能说我私心坏心啊 就是我要对比一下 刚才大鹏版跟菲菲的正版 正版原版 升级版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挑战任务当中 我们非常差就挑战的是美妆版的too busy 那这个呢其实我觉得真的很难 因为它考验到需要将化妆的一些经典动作 比如说 你规定一下吗 took a home 舞妆 OK 张镜子 那和我们too busy的这个舞蹈音乐相结合 刚好三趴 哦 好好好好 来吧 我挑战一下 我帮菲菲拿下话筒 哦 好 那我们今天先构思一下 虽然可能菲菲就是信手拈来 还是要构思吗 就直线 哈哈哈哈 好 那准备好的话 我们三秒钟准备音乐 好不好 来 三 二 一 音乐 哦 I'm too busy working Woo I'm too busy d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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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too busy d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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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ling mad 天呐 好 太厉害了吧 我觉得这个to busy以后这个to 得多加两个了 是 to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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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up make up 就在新妆家 是啊 哈哈哈 对我觉得刚才就是菲菲给我们来进行的 就尽管是即兴 美到我的眼睛一亮又一亮 我感觉平常可能我以后去化妆的时候 to go home 我脑袋里面自动播放BGM 哈哈哈哈 她的化妆的速度真的还蛮跟得上节奏啊 是 就让自己化妆的心情也很好 那除了刚才就是我们的非常chat互动之外 还有刚才菲菲其实自己说到了 已经选了 非常完美 对对对对 那今天既然是来到我们2024天猫金装奖的现场 那肯定是要玩一玩美妆 那我们都知道贝贝的vlog 对不对 他没有在看吗 好多的那些视频呢 比如说分享怎么去逛街啊 怎么去开箱啊 包括比如说去到一些乐园当中 我有看到我在前两个月的时候 一起跳舞 对吧 有为了她跳 啊 我是在你后几天去的 OK 所以我就很发现怎么一起来完美的 是 是那个真的很开心 真的很happy 很happy 她能够看来菲菲要来了 我一看哇 不能输 是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是 那今天我们要说到这个非常完美了 那既然说是完美完美 我们就是要玩赚美妆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会规定一些特别的场景 好 比如说 接下来我们的第一个场景咯 那如果说只有五分钟的妆发时间 就得出门的话 那菲菲会选择哪几件的化妆品 五分钟啊 快速打造出门妆 好 肯定是那个cushion 就是气垫 是 然后还有一个是眉笔 还有一个口红 OK 三样完美 是的 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啊 就是如果说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跟上一个 我大概知道这个答案会是什么了 因为这个问题是 比如说化妆包当中 绝对不能缺少的三个美妆单品 那好 OK 气垫 眉笔 口红 哦化妆包 如果是你自己平时的包包的话 其实眉笔已经去掉了 因为你可以不用补妆 哦 我觉得就是粉饼很很重要 可能有点微微触游啊 稍微压一压 是 那还有吗 就把眉笔淘汰掉 换粉饼 换粉饼 然后还有气垫啊 补妆是很重要的 还有口红 嗯 补口红 补口红 当然这是我们说到的 必备的三个美妆单品 在化妆包里边 是的 但是我发现其实飞飞每一次呢 不管是在各种节目上出现 我都觉得好自然哦 对 我就在找 你的妆到底是哪里有什么变化 看不出来 就是此处有妆 似无妆 能不能分享一下日常的这种 日常妆的秘籍 日常妆其实就是 把底妆打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首先防晒要做好 然后打好底妆 因为其实底妆做好的话 你整个人就是会精神很多 就会让人觉得无中生有有中 觉得你今天怎么会 好像你没有什么动作 但是发现有点变美了 对对对对 但其实你说 哇你今天不化妆也好好看哦 对 但其实就是心里安安 我已经 我每一个部分都化了 但是又看不出来 对对对对 那刚才说到的是日常妆容嘛 那其实我们的菲菲在舞台上面 也带来了非常多漂亮的舞台妆 那比如说我们说到了这个 舞台妆的那打造 会更加着重于哪部分 那舞台妆容的话 肯定是眼影的部分 以及眼睫毛的部分 哇哦 对因为日常的妆容 因为日常的话我就不太贴睫毛 然后包括有一些综艺 我也可能会贴的话 就是非常自然的那种 跟自己原本的睫毛没有差太多的 但是上舞台的话是必须要贴浓密的 因为灯光一打过来的话 基本上你的妆容就会吃掉了 真的 而且我发现其实每一次 菲菲的舞台 我会发现结束以后都是要 稳住 那个时候会会近景 对不对 所以你的眼妆 我的天好美 到时候再wink一下 哦 你很会 当然会关注你了 尤其是刚才又学会了 too busy舞对不对 所以最后的时候 他们来想来一个ending poster 但是没给我机会 很多朋友就是菲菲 还有一个称号 就是冷门好物仲草女王 那经常可能会跟大家仲草很多 小众冷门的宝贝 今天就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在现场 有没有什么隐藏变美的好物 或者说哎呀自己的独门变美的上妆手法 可能别人没有怎么用 但你会很爱用 人无我有 人有我有 我反正就是独手法的话 我确实是因为我本身其实 因为我有鼻眼 所以我的黑眼圈是蛮重的 有吗 原来这个是相关的 对对对对有 还蛮大的关系的 然后呢 我的这个遮黑眼圈是 有专门的去研究 然后去学的 好好奇 好想学一下 用这种经常零点才下班的人很需要 是就是黑眼圈 每个人就是你要对你的黑眼圈 有足够的了解 你要了解它 你才能战胜它 对就是你的黑眼圈落到哪一个位置 我就教大家一个小小的秘诀 比如说你的黑眼圈就是你的这个线是在这儿的话 最重的那一笔 那你就先用最最轻的一个颜色 稍微填补一点 然后再用最亮的颜色 把你的那根线就是慢慢一点点清晰的 铺开 对铺开 不要因为我看蛮多人就是可能 就这样画好几笔 很重 然后拿美妆再这么 你是在说我 就是我 我是这样的人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因为眼下 特别是我们经常要化妆 其实我的眼纹也是有的 没有办法这个 对吧 你要不要这么的真实 但是我在这里看 但是真没有啊 对啊 硬找 在哪里 是真心有的 但是呢就是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眼部的妆容一定是要淡 要淡 就要轻薄 是所以其实刚才分享了很多 在化妆方面 尤其是怎么样去遮黑眼圈 是的 所以懂了就是早上如果说我要去上班 我要去班位 这个时候先跳一个too busy 这个时候再搭配上菲菲所推荐的 遮黑眼圈大发 我不是我发这种就是希望大家 就是就是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 不要那么 busy 不要这么 busy 我每天上班还要跳一个 当然我的初衷是什么呢 早上起来就可以让快速的消一消 快乐起来 这很有用 好那刚才呢其实已经闯了很多关了 但是 我觉得难度还不够 对那接下来比如说 在这边我看到了有个叫做 非常辨识度 哎呀 非常辨识度到底又指的是什么呢 那接下来 我们这个挑战 请我们给大家来公布一下我们的挑战规则 首先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呢在我们的展示板上面有非常多元的妆容 有六种妆容 对那接下来其实也非常简单 我们幻化一个说法叫做妆容脸脸看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上面的话呢 会有六种妆容 同样对应着六种名称 那请我们的飞飞今天来挑战辨认一下 每个妆它对应的名字是什么 我们给所有粉丝们先说一下 有国风新中式 澡巴素颜妆 淡眼清水妆 抑郁烟熏妆 舞台 黑玫瑰 浓烟魅惑 分别有六张图 菲菲可以看一下大概它们是哪一种 有挑战哦 有挑战哦 我觉得你看 淡眼清水妆是那个 左上方第一个 左上方第一个 然后这个澡巴素颜妆是这个 你看 然后就是 就是 虽然是那个素颜妆 但是还是要有一点点美丽 对 毕竟要见到朋友同事那些 是 是 很素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 五桂黑玫瑰妆 哇 这个很容易对不对 毫无疑问了 对 然后还有一个是 国风新中式 是下面的这个 诶 还剩最后两个了 对一个 还剩了一个抑郁烟熏妆 和一个浓烟魅惑妆 是不是 对 浓烟魅惑妆是这个 抑郁烟熏妆是这个 你看 轻松拿捏 不愿是哪 是对的 当然 满分 再因为它的速度回答太快了 加分 而且我发现呢 菲菲回答的方式是那种 我插着回答 对 不会压你的顺势来 而且你知道 我昨天看到这个题板的时候 我都是排除法 对耶 好多我答不出来 因为很容易混淆 比如说刚才说那个 白开水和上班妆 我觉得 我就觉得很难分出来 是的 而且这两个妆可能要思考一下 是 但是我发现今天真的 菲菲看这些所有的妆容的时候 就是信手拈来 那今天我们能夹一下附加题吗 什么附加题 那请问 那比如说这个时候 我今天画的是一个白开水妆 这个时候请问 左上方那个白开水妆 我是要去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 我是要去一个可能你还蛮心水的男生 但是他就喜欢素颜的女生 那个男生应该看不出来 然后那个男生特别说 天 他素颜的这么美 天生就这么漂亮 真的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们刚刚说的 有点小心机的妆容 是 那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 我今天画的是一个 国风心中式 国风心中式要去哪 对 场景 比如说哪些场景可以去搭配 国风心中式的妆容呢 比如说我的姐妹们 今天晚上生日趴 生日趴 我们的主题就是 国风心中式 来了 对 就非常的具有这个氛围场景感 是 对 那还有一个 我们今天来说一个 比较容易混淆一点点的 好不好 那比如说 我们说到的这个 澡巴素颜庄 除了可以上班之外 还可以去什么样的特定场景 澡巴素颜庄 澡巴素颜庄 那就是可能下班的中间 然后跟你隔壁公司的好朋友 一起就是吃一个午饭 然后说 哎呀我们今天吃什么 来拍一个照的 我下班也这么美 这个可以这个很棒 对对对 是 那今天其实还有一个 我就觉得好像我自己在生活当中 基本上我自己没有去驾驭过 但是可能会有朋友有画到的 那就是在我们这边 舞台黑玫瑰 对这样的妆容 菲菲是有挑战过吗 类似的妆容 有的 有但是对对对 有的 只是可能没有 不跟它一样 但是也是这么浓友的 对然后看上去的话 也是气场全开的那种 是的 就比如说公司的年会这样 公司年会 对 是这种类型的 对然后必须就是一出场 就要所有人记住你 对 今年的年会最出产 必须的 Queen就是你 对 就是今年我就是整个年会上面 最闪耀的存在 对虽然肯定很多男同事不太理解 不需要他们理解 不需要他们理解 不需要 我没我的 是我们自己美就够了 对对对 所以刚才飞飞在我们的天猫金庄奖的直播间当中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关于不同的妆容 包括自己化妆的一些心得 我觉得是一个好像就在我们身边的一个林家姐姐一样 非常的真诚 然后又非常实用 是 真实到其实我们没有说 飞飞的主动要分享 是 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飞飞 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变美的秘诀 以及妆容的打造 而且还跟我们挑战了 就是好漂亮 对又给我大脑当中重新 我又定义了一下 too busy 以后我口红的时候都是too busy 好 所以非常感谢今天飞飞 做客在我们的直播间 大家也请收拾收拾好不好 好 金刚学年要玩得愉快哦 玩得很愉快 我来护送一下飞飞 有请 too busy too busy 拜拜 谢谢飞 OK 那今天呢 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刚才我们的飞飞 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 真诚的精彩的分享 以上